我是一个变装的刑事调查人员 我是需要在军装后面 后排拿摄影机 录下当时的情况 假如军装的同事 他们拘捕了之后 就会交给我们处理 有些同事曾经参与过一些拘捕行动 或者一些比较前线的工作 他们都被起底 样子 甚至身份证 地址 甚至家人的所有个人资料 都被放上网上 他们出街就会被人认到 甚至会出现被人打的情况 工作上 因为我们有适当的装备在身上 工作上我们就相对好一点 生活上我们就没有这些装备 譬如我没有枪 或者没有其他装备在身上 都会觉得安全 都会受到威胁 看过去的工作 我都曾经被起底 这件事我都意识到是我身边的朋友 甚至是我身边的亲戚组 没有后悔过的 因为我会觉得我只不过是在做正确的事 他们不认同 是个人价值功的问题 这件事我不需要去责怪自己 或者去后悔 报纸上很多时候看到记者拍出来的图片 都是不够全面的 他们报道的事情是负面的 而且某个程度是抹黑我们的 我觉得记者抹黑得我们比较严重的 是太子地铁站打死人 还有新屋领强奸的案件 还有包括最近有人死亡 都是关我们的警察事的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抹黑 我觉得是不是事实 是作出来的故事 看到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 其实都是觉得很荒谬的 大家其实都觉得很被受委屈的 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 经常都见到很多记者 站在我们的前面 甚至我们有时推进的时候 他们就夹在示威者和我们的中间 其实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因为他们的拍摄的手法 或者他们的走位的问题 我们推进的时候其实都有一定的困难 很多时候劝语了之后 他们都突然在你推进的期间 就突然出现在你前面 其实某个程度就已经很困扰 令到我们也是 困扰的是因为 我们除了要处理前面的示威人士之外 又要担心我们同事会不会受到攻击 除了担心前面之外 还要担心这班记者是真是记者 一定是一些示威人士假扮 要浪费一些人力去证实他们的身份 现在警队接受的挑战 是前所未有那么大的 我相信只有我们团结 都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我也是会继续去执行我的工作的 这是我一直的信念 觉得我其实我在做正确的事 包括拘捕他们 拘捕他们 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了法 我们也是执行法例 就是保护香港的市民和香港的财产 这份工作我会继续坚持的 还有能力做到最好 是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